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是第二組的BBC 那今天我們要帶各位來關注的是台北市的公館獨戶區確定不辦了 台北市政府呢,仿造新門町的獨戶區 將公館商圈的部分道路規劃為禁止車輛空行的獨戶區 而這個計劃呢,從去年8月開始施辦 但在施辦的期間呢,爭議不斷 有人叫好,也有人抱怨 而到今年的1月,台北市政府呢,宣布了 這個計劃呢,將就是施辦 那其中的爭議究竟在哪呢? 我們今天將帶各位一起來了解 而我們的記者新宇實地走訪了公館商圈 為我們帶來了現場的情形 在進入今天的討論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下面這段畫面 公館商圈,車水馬路,人與七機車以及腳踏車殘留不息 這就是現今晚間監工時段 在羅斯福路三段316上的畫面 此區原本被規劃為新人徒步區 只有新人和腳踏車門通行 但如今已是人車共行 甚至不時還可聽見喇叭巴巴巴作響 究竟這中間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就交由主播林華為我們進一步揭曉 以上就是記者新宇在公館商圈的報導 我們支持新宇,我們可以看得到 逛街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 難怪會有人想要在這邊設置徒步區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看的是 究竟公館徒步區是一個什麼樣的計劃呢?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計劃呢?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資深媒體人陳潔 他在這個計劃有點了解 我們請他來為我們介紹 好,謝謝主持人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為什麼會有公館徒步區的發生 第一,它是政府的發想 主要是想要提供行人一個舒適的行走空間 可以讓他們不用與車爭道 那它也是一個重要的交通轉運點 像是交通局綜合規劃課科長李昆正就表示 公館徒步區的行程和它的地緣位置 其實有非常大的關聯性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這張圖 那圖片中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公館商圈呢 它是一個非常數條主要幹道的空間 我們可以看到羅斯福路、金州路 還有新生南路這邊的交匯區 其實它的中間就是土步區 再加上捷運公館站的通行 不管你是要前往台北城區 或者是中河、永河 甚至是松山、信義縣 其實都非常的方便 對,因此呢 我們政府就希望可以透過土步區的試辦 可以讓這邊有一個更好的安全的行走空間 因此呢 試辦就由交通局統籌 然後由綜合規劃科副的執行 時間是由103年的8月到104年的1月11號截止 這其實非常的有趣 其實一開始僅僅需要試辦三個月 但是在這三個月間 政府發現其實它的效益非常的良好 甚至原來反對的店家的意願都漸漸有點上升 因此就臨時決定想要再繼續試辦兩個月 於是試辦的期間就到達了1月的11號為止 那期間呢 每個週六日的中午12點到晚上10點實施 期間是禁止汽機車通行 僅僅是行人還有自行車可以進入 陳潔這邊我有個問題 為什麼自行車可以進入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政府現在在推廣一個叫做綠色運輸的東西 也就是希望可以減少污染 所以他們推廣想要讓大家的代步交通工具呢 希望改為大眾運輸工具或是自行車和行走 來進行他們的交通工具 因此呢 我們的公款圖部局也延續這樣子的概念 他們就希望讓自行車也可以進入 僅僅進行汽機車的通行 好那當然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它是一個交通的要道 因此它有非常多的汽機車都會通行 所以我們就看看這張圖 它可以再看到我們把汽機車都引流到這些 箭頭的路線 可以讓這邊公款圖部區可以靜靜有行人通過就可以了 然後在圖部區我們依然有設立30分鐘的零停區 那其他如果你想要停車停留更久的話 我們還會有其他的停車場可以供應使用 當然事辦歸於事辦 當然還是要有一個結果可以讓你讓你決定 因此呢政府就辦了兩個階段的投票 第一階段是網路的iPhone2投票 他們希望可以由民眾來決定公款圖部區 是不是要繼續辦理 那第二階段呢 則是當地的住宅還有店家 而我們看一下接下來的圖表可以看到 其實民眾的投票大部分都是贊成的 而住宅還有店家呢都是反對的 那為什麼最後政府還是決定停辦了呢 因為民眾畢竟他們只是平常去那邊逛街或是購物 但是真正在那裡生活的其實是住宅還有店家 那因此政府呢就尊重並且決定了他們的看法 而且宣告公館圖部區不再續辦 那以上就是我們對公館圖部區的介紹 好我們謝謝陳姐 那了解了這個計畫之後呢 我們今天要來看一下究竟他正義的點是在哪裡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導致他走向的平板 今天我們有三位記者 我們特別去採訪了公館的住戶以及店家 以及我們的遊客 我們分別為他們來做一個發聲 那我們先歡迎韋城 他今天訪問的是住戶 那我們還有晚村 他今天訪問的是我們的店家 還有我們的一璇 他為我們訪問了遊客的行程 那首先我想先問一下一璇 那你今天有訪問到的遊客 那遊客有向你講到什麼樣的意見嗎 好大家好我是已經實地採訪了一下那個遊客的那個新生 然後首先我先來看一下我們之前實地採訪的影片 好前面 那你們之前從更換住戶具有到現在沒有 你們有絕對有什麼差異嗎 因為車子比較多亮 都會比較不巧se 我覺得沒什麼差 那一個不對 我是覺得沒什麼差 沒有圖步劇就比較危險一點 可是商家的流動率比較高 所以對商家比較好 那你們是最其實是贊成公館圖步劇這個想法嗎 你們是支持你們 個人就覺得還好 就沒什麼差 有跟沒有其實沒有太大的差 有跟沒有其實沒有太大差 其實我覺得因人而異 因為畢竟店家總是會覺得說 如果沒有帶起他們生意的那個的話 當然是會當然就不願意 就是這樣這種問題就見能見智 這一定要是坐中友和那邊的人才會有影響 因為你真的是交通 就是如果你徒步區你封的是 是從那邊過來的道路 所以只會對通勤的人有影響 好那可以從影片我們可以看到大多數的遊客 其實他們都會表達說覺得沒有差 然後至於我們進一步的分析 那個遊客為什麼多數會覺得沒差呢 那大概我們可以分析出以下三點 然後第一點是遊客的心理 因為大多數的遊客 他們其實也是去那邊逛街買東西 然後其實同樣是逛街在很多的地方 其實都是人稱並行的 所以他們已經有習慣會去注意一下身旁的一些 那個車子流量什麼 所以在這點上他們 就算是結束了之後 他們旁邊有車他們可能覺得 就是一樣沒有差 反正他們就是會注意車子 然後再來第二點呢 是公感徒步區的區域的部分 由之前那個陳傑有介紹 我們可以看到公感徒步區 實際上它的區域並不大 它就是一個不等於的符號 然後在我們實地走訪之後 我們也可以發現 就是我自己常常走一走走到外面 就已經超過徒步區了 然後外面就是大馬路 然後大馬路其實就是意味著 就是要人車並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其實走的時候 他們的實境感受並不深 因為常常走一走 旁邊就會有車子 然後再來第三點呢 是時間點的部分 就是鄉行的新門徒步區 它是整個瘋了 它是每天 它都是一個徒步區的狀況 那鄉行之下公款徒步區 在試辦的期間 它其實也就只有 假日的時候 禮拜六禮拜天 然後它是一個 可以就是只有 讓人還有腳踏車通過的部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上 因為平常都一樣是人車並行 而遊客也就是這樣 來來去去 所以他們的感受力 其實也真的就是不深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特殘者因素加起來 所以讓遊客會覺得 其實就是每差 他們就是要多注意這個樣子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謝謝一雪 那接下來我想要問問 廣傳 你訪問到的是我們的店家 對 好 那請問他們有對你表達什麼樣的意見嗎 有 有 首先我實地才走訪了管制區內的店家 然後呢 他們對於這個議題發表了很多的意見 那我想要先讓大家來看看 我實地走訪的影片 以前的那種設計很多差點 就是 機車 就小停車進過來 假如你車子不能進來的話 那家庭式的 他們 要去很遠的地方 繞過去停車 然後再全部走過來 那是不可能 那其實有一些要危險 我們就變成要臨時走進房間 會有點不好 這部分大概有三成客戶 臨時 臨時客戶有多遠 也不是 原本流失掉的一些 有點過不 就是臨時客戶蠻重要的 而且今天是民調 我覺得行人 我嘛看過他的人很多 有去投 有去投 對 大部分人都會投反對 因為他規劃的那個停車場是非常小 他說 封一個地方讓人家停車嘛 結果 停半個小時你能夠停車 基本上那是他們的責任在此 如果他們都沒想好的話 我們不可能跟他們一起騎過 可以規劃就是 比較偏向有賣衣服啊 鞋子那邊可以 那邊可以幹 沒問題 也可以在公園設一個小舞台啊 讓一些小表演的年輕人 或者是怎樣做一個 就請一些書商來這邊 做一個書界展覽啊 或者是一些活動啊 不要說只是單純封街 然後不知道幹什麼 好 以上就是大家看到我們的採訪影片 那根據這個採訪影片就是 歸納出了有三點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為什麼商家普遍會反對 第一點就是車輛進出不便 因為公館上圈就是很多機車會經過的地方 那這些機車他們因為管制區的關係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很方便的直接進來買他們要的 比如說飲料或是岩塑機 然後買好之後就直接上車帶走 對 然後再來 我看到你有寫林亭區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產生 喔 關於林亭區的部分就是北市交通局 就是對機車規劃一個配套措施 對然後 從這裡我們看得出來 這就是交通局規劃的林亭區的部分 那林亭區就是機車可以停在這個黃色的斜紋格上 但是問題是只有一個大問題就是說 這裡只能容納30台的機車 而且一次只能停30分鐘 如果你超過或是不在管制區的時間內停的話 它會罰你錢罰600塊 然後你如果通常這裡只能停30台嘛 所以你很容易就是停不到位置 那如果你停不到的話 停不到的話 你就得另外停到這三個停車場 然後停好車再走過來 那這對很多機車主來說 他們覺得很不方便 好 再來第二點就是 剛剛眼鏡行老闆有提到說 會讓老主顧流失 因為老主顧他們騎車或開車過來這裡 然後如果他們沒辦法很方便進路的話 他們就會不太願意再繼續來了 然後再來是說 雖然行人增加了 但是這些行人他們不見得會買東西 他們大部分都是走馬看花的 那你寫文創的步驟 我們剛剛看到影片 應該老闆也有很多的理解嗎 對 然後我有問說 就是他們對於說 如果要改進這個圖不去的話 怎麼改進 那他們是覺得說單純的風間沒有意義 因為就只是主社交通 所以他們認為要辦一些活動 像文創 或是像裡面飲料店提到 那個老闆提到說 是說辦主集活動 然後還有就是說 多一點服飾店或鞋店 可以讓客人在那邊待久一點的這種產業 謝謝 謝謝我們的晚春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換一下韋程 因為我們剛剛都看到了 遊客和店家 對這個東西都有蠻多的意見 那請問住戶們有什麼樣意見 是的 林華 那對於這個公館徒步區的住戶 我要對他們發出幾點的聲明 就是說 可以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我們的採訪頻段 那我想請問就是說 為什麼居民大部分會只管那一堆 是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還是 第一點在於是說 因為我們這邊 假使說你贊成做徒步區的話 他車子的流量就沒有辦法在這邊 就會鑽到他們巷子裡面 鑽到巷子裡面以後 他就會妨礙到他的平常的生活的方式 他們就不習慣了 所以主要不是說居民自己行車的方向 對 而是就是可能遊客的車會 對 或是裝小巷子這樣 當時他要推出所謂說市長的那個 網路的這個調查的時候 他沒有考慮到說 我們在地的生活方式 他們完全不了解 就想說 反正市長照這個做 他就照這個做 要配合市長的政策 但是事實上我們這邊 我們他一堆出來 我們就知道這個不行 只是說他公務部門要做 我們就是順其自然配合他 那後來配合他不行的話 我們就建議說不要做了 你平常回家或者是出門 有什麼不方便 就在六六月的時候 喔 就是現在人變多了 雖然 車子沒辦法進來 但是 大家還是都會進來停車 所以就相對的像 大樓門口啊 或者是 路上一樣會有一些 靈停的車子 以上 我們也可以在影片章中看到說 我們連里長都把他抓出來問話說 到底這又有什麼影響嗎 那我也做了一些統計圖表 那可以看到 一千四百八十五個人投票裡面 有一千一百九十二個在iVoting裡面 是支持說 徒步區繼續去續辦 可是 他們沒有決定權 決定權在誰的手上 決定權是在住家跟店家的手上 那雖然看到住家投票率非常低 可是他們有六十一趴的 是反對這個徒步區續辦 那為什麼續辦呢 我舉出了幾個點 那第一個點應該就是 剛剛所提到的停車問題 那為什麼停車問題會影響到住戶呢 那因為他們 你可以看到剛剛就是 靈停也只有三十分鐘 而且裡面格子那麼少 那大家往小巷子轉 小巷子轉 那停到哪 停到他們住戶的門口 那他們出門不變 就不能出門了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個街頭藝人的問題 也就是文創的問題 為什麼街頭藝人會往住戶 這你就不知道 因為很多街頭藝人 他們都喜歡唱歌 不然就是播一些音樂 在那邊跳舞 那在中午十二點播的時候 人家有些人睡到十二點嗎 那睡覺 那播的時候 當然是吵到他們 所以他們就很不爽 那他們就會去申訴之類的 那第三個舞 就更可怕 還有第三個問題更可怕 還有更可怕 對 就是塞車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這裡做一個小小的地圖 因為公館是中永和來台北的必經之路 可是公館主線道只有兩條 第一條是為羅斯福路 那第二條就是那個什麼丁州路 那可是他徒步區為N字形的那個 他已經把那個一個主要必經羅斯福路線道給封起來了 所以大家的車都是往那個丁州路的方向去走 那往丁州路的方向去走的話 那就會造成非常塞車 嚴重塞車的問題 所以 而且我們訪問到住戶 他們還說 他們從出門 就塞在丁州路那條路上 超過三十分鐘 才可以到就市區裡面 所以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車子都往丁州路塞了嗎 對 那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的那些問題 那我們由今天考論可以知道說 公館徒步區的問題 主要是在地方觀光經濟的那些發展 以及居民居住權益 在這兩者之間有所拉扯 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到公館徒步區的停辦 主要就是為了維護居民的居住權益 那日後在停辦之後 公館商圈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呢 就讓我們之後再繼續觀察了 感謝您的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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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